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军 罢了 老家伙们交出的好徒儿啊 土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在牧利之所及所不及的天下 最宏伟繁华的都城长安 看起来依然从容而繁忙 各国的商人使节落意往来 珍贵的商品奇珍汇聚于此 即使前一刻才发生那么重大的流血冲突 也只是司空见惯的皇族政权更替而已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更生日 秦王 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 在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玄武门附近发动政变 杀死了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渊吉 得立为新任皇太子并将继承立位 太子及齐王亲属皆被诛杀 无依幸运 王大人 一池将军 如何 末将无能 大人 我这个人 竟然如此 恰好我正有事求见 那就将此事一并上报吧 永宁公主已死 应坠落山间无法验尸身 也实属无奈 殿下理应不会责罚 方 方大人 这如何使得 将军放宽心 方某曾感叹过 只叹永宁公主不是男子 不能治国平天下 现在想来 幸好不是啊 尹 方玄陵求见 进来 是 方大人辛苦呢 哪里 杜大人才是劳累 听闻太子齐王良府世子 结以扶诛可安心 这个自然不敢马虎 事关宗庙设计 若不斩草出根 日后 一患无穷 有杜大人果敢决断之才 何愁设计不稳 方大人过奖 哦 对了 是才见到玉池将军 说是在追捕永宁公主的过程中 永宁公主连人带马一起坠入山间 而水流湍移 其尸骨无存 将军在下游打捞尸骨未果 现在电板耗着 日永无双的玉池将军 怎会有此等事物 将军自知道难以复命 所以让老臣来疏通一二了 只是奔逃仓皇 有此变数也是情理之中啊 不见尸首不能定论 杜大人 坠入身陷必死无疑啊 难道要将军打捞一辈子吗 此等大事怎能马虎 行了不用着了 命人连了他的衣冠 与他母妃合葬 两位大人各司其职 我心中明了 今后也请继续同心协力 是 我等马上着手办理 来 胡人生的小天兵打死人了 来人了 你等着 我要告诉父王 你又去秦王府了 你去高安 我见一次打一次 永宁公主 魏忠 又去秦王府了 今天玉池将军 加了我新的亲拿手 魏某不惜我 唉 不习武会被欺负啦 公主习武 是为了 不被欺负 当然啦 我可不会去欺负别人 这很难哪 自保与妻人 只隔一线 妙区分 是很难的 好 哇 哇 啊 啊 怕母亲和姐姐们挂念呢 真乖呀 那下回要再来姐姐店里歇脚 实际上小生这是第一次出远门 结了款子是想给母亲和姐姐们 带些金饰回去的 不料却因为没有经验 忘了给自己留够盘缠了 可否跟美人姐姐换几两银子 当然可以 这款式 这橙色 有多少姐姐都收了 反正这些拿去世面上卖也有风险 只是这个 从没见过 是母亲放进心脑里的 还是她小时候本族的事物 算了 先留着吧 你 把车卸下来看看 君爷 这真的真是酒啊 少啰嗦 下一个 出去 再见 长安 驾 如果能活下来 驾 不要 不要像我一起 活得像不像吗 驾 驾 を 就看了 开 不疑 算监路漫漫 就是攒藏盡行囊 沉默守望的不洋 风月过它的景象 长河前身之后 是回不去的故乡 每一刻花花 都蹉跎成遗憾 沉默的彭雨 也被放进河窗 是谁在桥上摊 今生的雨 回不去它 痴痴盼望也欲穿 我跌跌撞撞 走在风雨路上 且心且无堪 尽家过残葬 这首相如意 我都成沙花 从岁月也不忘 一梦荒凉 我披上梦妆 走在风雨路上 纸笔毁 纸笔回锦绣 在影风踏浪 曾去世的桃花 它像了故乡 前翻过锦衣 心有心想 然后配上 不曾遗忘 已忘的生世 踏踏 阿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